臺車 臺車是臺灣唯一具有整合製造潛力的軌道車輛公司 如果臺車公司有好的發展 也會帶動周邊產業跟就業機會的成長 並且也為臺灣的經濟轉型 挹注更多的活力 因此 臺車現在扛起產業龍頭的責任 要帶著大大小小的廠商一起往前衝 這一點 我們必須要給臺車最大的鼓勵 我們認為 為了因應節能減碳的趨勢 以及城鄉永續發展的需要 透過下一個世代的綠色軌道建設 來優化區域的公共運輸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論是新建的系統 還是現有軌道運輸系統的優化 對於營造一個更人性化的生活空間 建構一個對老人 小孩 還有沒有車的年輕人 更友善的都市空間 都會是很有幫助的建設 因此 目前規劃中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也將軌道運輸列為重點項目 接下來 我希望由行政院配合市場跟產業發展的需求 針對車種簡化 國際合作跟技術移轉等等項目 規劃出整體軌道運輸產業發展的策略 此外 臺灣可以利用自己的資訊 通訊等領域的技術優勢 結合軌道車輛的運用 切入軌道車輛關鍵民主建的全球供應鏈 這也是政府會支持的方向 至於大家關切的人才養殘 我們會鼓勵機電 資訊和材料相關的科系 可以考慮往車輛製造的領域來發展 我們樂見未來 會有更多的技職 大專院校跟台車一起來推動產學合作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目的 就是要透過政府的支持 引導產業不斷的創新成長 讓軌道運輸的蓬勃來帶動周邊產業的發展 也帶領臺灣真正走向更有前瞻性的未來 謝謝 謝謝大家 政府要擴大內需市場 現在喊出了國車國造 總統蔡英文特地到臺灣車輛公司 來試搭我國自製的新款電聯車 台車公司並且拋出了說希望透過新南鄉政策 到東南亞國家來搶標案 賺到的外匯將達到GDP0.1%以上 體驗新款電聯車 總統蔡英文對什麼都好奇 畢竟未來要發展基礎建設 四年規劃了依照經費 其中軌道運輸是重大發展目標 為了擴大內需市場 總統蔡英文不只要造船造飛機 現在就連火車也通通都要MIT 如果台車公司有好的發展 也會帶動周邊產業跟就業機會的成長 並且也為臺灣的經濟轉型 挹注更多的活力 包括宜蘭 桃園 台中 高雄等各大鐵路一體設備 砸下最高8000億經費 軌道列車MIT也要來搶攻西南巷大餅 在臺灣 它的產值將高達5000億 我們也會逐步的向全球 尤其是東南亞來邁進 賺進的外匯將可能高達GDP的0.1以上 前進東南亞搶標案 國車國造喊得響亮 做不做得到 還得看政府如何喊中國大陸日本競爭 記者彭冠林 林冠志 新竹 達到國車國道 蔡英文總統今天特別到新竹 而且參訪以及視察了臺灣車輛公司 希望未來也能創造25000個就業機會 蔡總統親自試乘台鐵EMU800電鏈車 15年來首位總統參訪臺灣車輛公司 台車有能力設計製造電鏈車 捷運車廂和輕軌電車 要將以往低調的軌道經濟 走向全程MIT 力拼國車國造 如果台車公司有好的發展 也會帶動周邊產業跟就業機會的成長 並且也為臺灣的經濟轉型 挹注更多的活力 因此台車現在扛起產業龍頭的責任 要帶著大大小小的廠商一起往前衝 台車由前立委蔡黃郎接掌 除了高捷 中捷 北捷 基捷 新北海有三環三線也正在進行當中 也鎖定未來東南亞軌道車輛市場 高達250個產業鏈的連鎖以外 他可以提供將近兩萬五千個工作機會 蔡總統親自走一遭 宣誓台灣軌道經濟 本土化 時代來臨 記者城市場黃昭盛 新竹採訪報導